室友才是真千金 他回来后拼命讥讽打压我 想把我赶出去 却被养父母送进监狱 他在养父母前故作可怜 谎称我高中时如何霸凌他 他不知道 我早把他冤枉我的证据 给养父母看过了 养父母精明 怎会看不出来他这些小心思 光明磊落了一辈子的他们 最恨的就是这些背后的小动作 家人们 关注小朵报复报美 小朵跟你们是真玩哦 欢迎大家点赞支持 正文现在开始 高考完那天 顾明明来到我家 说他才是江家千金 他那天穿着一件洗得发白 磨得发毛的衣服 似乎是一路跑来 气还没有喘云 与我身上养母亲手设计的衣服 对比强烈 他眼中的恨意 似乎要将我洞穿 他觉得是我抢了他的一切 抢了他家财万贯的父亲 抢了他的知名设计师母亲 抢了他这么多年来 应该享受的爱 养母抱着他哭得稀里哗啦 尤其是心疼他这些年来 在外面受的苦 一向沉稳自职的养父 也红了眼眶 手几次抬起 想摸摸顾明明的头 当年顾明明走丢 找了几年没找到 养父母承受不了丧女之痛 就领养了我 但多年来从未放弃找他 而顾明明却觉得 是我抢走了他的一切 我的视线有些模糊 一摸才发现 我也已是泪流满面 这么多年来 养父母深埋心底的失女之痛 我一直知道 我也真心希望 他们能找到自己的女儿 但内心深处 也有些失落 为什么偏偏是顾明明呢 顾明明是我的高中同学 从高一我们就是室友 为什么到现在 他才来认亲呢 我正想着 他悄悄从养母怀中抬头 得意又愿毒地看了我一眼 养母没有发现他的小动作 把我们的手拉到一起 妈妈知道 你们之间以前有一些矛盾 妈妈希望你们以后 能好好相处 你们都是我的好女儿 顾明明哭着硬着 一边举起袖子 擦去养母脸边的泪 不小心露出袖子下了一个小洞 学校有养父母建立的助学金 顾明明就是受资助人之一 他平时穿的 虽说算不上名牌 今天能找出这样一件破衣服来 也是费了不少心思吧 那个洞晃呀晃 像火星一样醒目 养母心思细腻 看见时正愣了一下 当时心疼不已 当即就要带着他出去买新的 我没有童趣 我知道拆穿顾明明的话 养母会很难堪 忍了下来 临出门前 顾明明转头瞥我一眼 眼里是熟悉的脚侠 他们出门后 我收到一条手机消息 我既然回来了 爸爸妈妈眼里就只有我了 赶紧给我让位 滚出这个家 见重 今天是顾明明搬回来的日子 哦不 现在已经是江明明了 高中时 养父母为了照顾我 搬到了学校附近的大平层 但江明明说她不喜欢住在这里 她要住别墅 于是我们收拾东西 搬回了城西的别墅里 到家第一天 我的东西被江明明全部搬出来 扔在分给她的房间里 衣服被扔在地上 叠成一座小山 斜丢的东一只西一只 书被撕破 床上被泼满饮料 我心疼得快要窒息了 乐鹤 你干什么呢 江明明没想到我突然回来 吓了一跳 我告诉你江瑶 你现在的一切都是 抢我的知道吗 真不知道你的脸皮怎么会这么红 我都回来了 还不滚 一个替代瓶而已 还好意思赖着不走 真是贱啊 她一边说 一边挥舞着手里的剪刀 把那些衣服一件件剪破 嘴里还骂着 我告诉你 这些都是本该属于我的 我就是毁了 也不会给你 我顾不得其他 上前夺过他手里的剪刀 你他妈的真好意思的呀 一个洋女 回来了 你住大房间 我住小房间 凭什么 以后你就住这个小的房间 你的东西我都给你拿过来了 他说的这些我都不在意 我不需要在意 我从来就知道 我不是一个替身 我知道养父母 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这次安排房间 也是充分征求了 我们共同意见的 我不介意 在分房间的事情上让着他 但看见那些养母 亲手给我设计的衣服 被剪成破布 被故意沾上口香糖 我心痛不已 我不能看见 养母的心血被他践踏 上前抓住他的胳膊 就往外推 顺手把门带上 你给我出去 你知不知道这些衣服都是 啊 啊 你放开我 姐姐 你怎么能欺负我呢 像碰到了开关 手刚一触到他 他就开始放声尖叫 养父母急忙从楼下跑上来 怎么了明明 姜明明最后扭头腻了我一眼 在自己手上掐了一把 往地上扑倒 养父母上来看见的画面 就是他倒在地上 哭得梨花带雨 而我在旁边冷冷站着 哥这跟我演戏呢 又是在学校装可怜那套 漂亮小丑 要不是看待他是养父母 亲生女儿的份上 我真不想搭理他哪怕一下 姚姚姐姐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我一回来就招得你如此厌恶 可是你可不可以不要打我 我不会和你抢爸爸妈妈的爱 求求你不要欺负我 养父母的眼神变得有些微妙 养母上前扶起他 低头查看他胳膊上亲子的掐痕 养父开口 怎么回事 我没推他 我只吐出几个字 爸爸妈妈 你们千万别怪姐姐 是我的错 不应该顶撞姐姐 都怪我 是我自己不好 他又用梨花带雨的眼睛 殷切地看了妈妈一眼 妈妈 千万不要把姚姚姐姐赶走 养母愣了下 谁说要把姚姚赶走了 养父面无表情冷冷道 看下监控吧 我微微点头 我去拿电脑来查 养父母是知道我平行的 我不会 也不屑搞这些弯弯绕绕的事情 一边是知道平行的养女 一边是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 他们帮谁都不好 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听见有监控 将明明的脸瞬间白了 一改刚才的柔弱 从养母怀中窜出来拉住我 不 不用了姐姐 我原谅你 我笑了 现在是你原不原谅我的事吗 还是看一下吧 养父顿了一下 撒谎确实该受到惩罚 养父说着 认真的看向江明明眼睛 从小就是这样 养父对我最严厉的时候 永远不是我做错事 而是撒谎 江明明急了 想抱住养父的胳膊 施展撒娇大法 又怕我去拿电脑 纠结了下 还是选择来揽住我 摇摇姐姐 对不起 是我刚刚不小心绊倒了 你刚好又在我身后 我就以为是你推了我一下 监控就不用看了 大概是我自己不小心的吧 见他认错 听见他又说起 这些年来在外受的委屈 养父的脸色缓和下来 以后说话做事 先调查清楚 不要冤枉了人家 这些年你在外面受苦了 他顿了顿 以后我和你妈妈 要好好教导你 江明明急忙点头 见危机被自己简单化解 得意极了 摇着养母的胳膊 开始撒娇 妈妈 为什么要给姐姐住大房间呀 我也想住大房间 让姐姐和我换马 姐姐都享受了这么多年了 我是真的想和姐姐换房间 妈妈你会怪我吗 养母迟疑地看了她一眼 你应该征求摇摇的同意 姐姐 你不会远这点小要求 都不满足我吧 我轻轻摇摇头 那好 那以后摇摇姐姐 就住这个小房间了 江明明说着 朝我眨眨眼 你说你要住二楼 因为以前住地下室太阴暗 你说你喜欢阳光 喜欢太阳照在床上暖暖的感觉 所以 姚要特地把这个二楼 朝南的房间留给你 她的房间虽然大些 但是朝北 没有阳光 说出来了 她也不好收回 于是做了顺水人情 苦笑着道 我知道啊爸爸妈妈 就是因为这个房间好 我才想让你姐姐的 养父母赞许地点了点头 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要装好人 行 我就喜欢拆穿假好人的面孔 我对养母道 妈妈 我前几天买了一条裙子 准备送给妹妹 在房间里 我们让妹妹试试好不好看吧 我说的是真的 前几天 知道江明明是养父母亲女儿的时候 本着爱屋及乌的心理 我真的去给她买了很多东西 见我们相处如此融洽 养母自然是一口道好 江明明刚为我的讨好 得意了两秒 就想起来 房间里是一片狼藉 挡在门口 姐姐 送人礼物 哪有提前让人知道的 你还是过几天 我生日再送给我吧 嗯有道理 那我还是给你留点惊喜吧 文言 江明明了松口气 但我怎么会让她如愿呢 我问 妈妈 可不可以帮我铺下床单呀 我铺的老是有褶皱 养母答应了 往房间的门口走 江明明死堵着不让路 妈妈 让我来帮姐姐扑吧 养母笑笑 来 咱们一起教教你姐 她还是不让 急得都快哭出来了 妈妈 哎呦 我突然肚子好疼 我们去医院好不好 养母怎会看不出来 她已经觉得不对 但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再往前走 到了生好 一直冷眼 看着一切的养父 扫了我们一眼 走过来 一把拉开门 看见房内的一地破碎 妈妈尖叫一声 跌进了那堆衣服里 她颤抖着拿起那些 已经被剪坏的衣服 这些 都是她多年来的心血 养母是有名的服装设计师 我常常做她的模特 多年来 她给我做了很多衣服 其中有几件的设计 她尤其喜欢 比起那些得奖的作品 更得她偏爱 我知道她花了多少心思 有的衣服 我平时甚至都守不得穿 而现在 这些衣服全都毁了 姜明宁也有些 被养母的反应吓住了 可能是觉得 房间里总没有监控了吧 她声音哆嗦着说 姚儿姐姐 对不起 我实在替你瞒不住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 这些东西好好的 被你祸害成这样 太浪费了 我被她颠倒是非 黑白的能力惊住了 姚姚姐姐 我知道你不想和我换房间 但是你也不能发脾气乱捡东西啊 我看了都心疼 说着又从门口挤过去拉养母 妈妈 算了 虽然姐姐这样有点浪费 但是这些东西 以后我们还可以再买 你千万别怪姐姐 我忍不住问 这是我弄的吗 什么意思 姐姐 难道会是我捡的吗 我有什么理由破坏你的东西 话音刚落 她就被重重扇了一个耳光 养父举着抬起的手 看着自己亲生女儿所做的一切 气得声音沙哑 你还在冤枉你姐姐 我们刚才回来的时候 袁袁看见姚姚刚进门 这几分钟 能把房间毁成这样吗 我从没见过养父发这么大的火 他平生最痛恨那些 嫁祸他人 背后搞小动作的事情 年轻时他被人冤枉盗窃 被打了个半死 差点死在那个冬天 后来遇到了养母 唯一无条件信任他 支持他的人 才有了今天 你以为这只是浪费吗 你知不知道设计这些衣服 花了你妈妈多少的心血 这是最后以姜明明给养母和我道歉 并且保证以后再也不犯告终 说真的 我挺佩服姜明明 这审视夺势的能力的 那天起她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 认真扮演起了豪能乖乖女的角色 直到高考察成绩 高中时我们是室友 第一眼见她时 我就有些心疼 那时她穿了一件发白发黄的粉色衬衫 被套边角已经磨得毛毛糙糙 虽然看得出来经济条件不太好 但她自信大方 礼貌地跟大家打招呼 知道我的家境后 她亲切地叫我爸妈叔叔阿姨 热心地挽着我 和我聊起最近读的书 我们一起谈天说地 一起定下学习目标去努力 互相补习对方弱的科目 原睡觉前 我们也要捧着同一本单词书的两边 我看见她常常为资料费发愁 这样努力的她 不应该因为这些耽搁了学业 后来在我的请求下 养父母在我们学校成立了助学基金 江明明那时 就是受资助的学生之一 养父母心系 考虑周到 为了保护受资助学生的自尊 这是没有声张 那时的我和江明明无话不谈 我是领养的 这是 养父母从来没瞒着我 何况领养我食物已经即食了 但我告诉江明明这时候 她开始慢慢和我疏远 和班里其他富二代越走越近 本来还算可以的成绩 一落千丈 他们逛街 江明明也去 他们购物 江明明也去 他们穿漂亮衣服 江明明也穿 但是他们的家庭条件 不是江明明能比的 他们有吃喝玩乐的资本 江明明没有 入学金不算太多 江明明身上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 剩下的钱 却连一本教辅资料都买不起了 我不是看不出江明明的变化 曾经有心想和她谈谈 但她却斜着眼批我 一个养女 真当自己是千金大小姐吗 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指点点 我也在孤儿院待过 知道她走到今天的不义 心里实在为她感到可惜 那些富二代讨厌我 江明明为了讨他们的欢心 开始编派我的坏话 于是她把自己包装成一副 受我欺凌的可怜模样 在装可怜这方面 她似乎是个天才 我一个人在寝室待过以后 她就能从自己的床单里 翻出死老鼠 她在操场上拦着我 说完几句话后 转身满脸泪痕哭诉 我如何骂了她 我要是和她单独在教室里 待上几分钟 转头她就身上带伤了出门 每天心思都在这些上面 江明明的成绩 当然没眼再看 查分那天 养父母都非常期待 他们对江明明的印象 还是我那上进努力的室友 我也不忍戳穿 告诉他们江明明这几年的改变 但奇怪的是 江明明也很期待 我不明白 她还有什么好期待的呢 我的成绩和估分差不多 698 足够我去喜欢的大学 江明明302 看到分数的那一刻 养父母表情有些尴尬 立即安慰江明明道 没关系的明明 我们明年再复读一年 爸妈给你找最好的辅导老师 江明明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几乎站立不稳 平时不也就这个水平吗 这是演的哪出 我知道会很差 但没想到这么差 姐姐 你难道不会有一丝愧疚吗 关我屁事 江明明深吸一口气 我没钱 买不起教父材料 想找姐姐借 姐姐不肯借给我 还经常嘲讽我 我家境不好 只想好好学习 但是姐姐经常欺负我 打压我 让我根本没办法好好学习 说着说着 江明明开始了抽抽的打 这是好多人都知道 你可以随便问一个我们班的同学 这是养父母还真知道 在江明明他们告状到老师那里去以后 班主任给他们打过电话 委婉地提醒他们 教育好女儿 不要欺负同学 养父特地推了一个会赶回家来 向我了解情况 我告诉他我没有做过 他点点头 爸爸当然知道你不会的 你长这么大 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什么 我的女儿不需要有多优秀 不需要成绩多好 但是千万不能有魁律德行 我知道 所以从小到大 我心中的偶像一直就是养父 正直 磊落 是我一直想做到的 爸爸想问的是 你在学校盛世遇到什么麻烦了 需不需要爸爸妈妈的帮助 我有些愤愤 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非要冤枉我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出于心疼 养父母提出 想去学校彻底解决掉谣言 但我最终还是说服了他们 我想 这样的事 我自己应该可以学着去解决 养父被人冤枉那年 也不过是我这么大的年纪 我希望 我可以做得和他一样好 养父给了我建议 我可以收集证据来保护自己 从那天起 我带了一支录音笔去学校 在班主任第二次打来电话的时候 我已经把所有的证据 都给养父母听过看过 我手里掌握的证据 让现在江宁宁说的一切 小姑娘变成了这样 我说起了 江明明就是冤枉我霸凌的人 那天 他们的卧室灯彻夜未关 我们最后都默契地不再提起此事 希望他改过 回头金不换 我都可以不计较了 可是江明明 为什么非要把这点 大家想忘记的事情提出来呢 我有些无奈 为什么偏偏这样的人 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呢 我不在意江明明 爱怎么做妖怎么做去吧 可是看见养父母 又一次生气和失望 看着他们这短短十几天 就冒出来的几丝银发 我好心疼 连带着对江明明又讨厌了一分 能看出来养父是忍了诱人 握紧的拳头 亲筋抱起 养母叹了气 在她背上安抚了一下又一下 江明明却以为 他们在心疼自己 又补了一句 我好多次为了找同学借资料 受尽了白眼 还好爸爸妈妈 你们现在已经找到我了 以后不用再为了一本书而烦恼了 你们学校不是有助学基金吗 养父忍不住问 江明明没想到养父母连这都知道 吞吞吐吐道 那那个没轮上我 我从来没收到过 养父给学校年纪主任打电话 拨号的手甚至有些微微颤抖 刘主任 每年我们捐的助学基金 没有送到需要的孩子手上吗 怎么会呢 每年我们养父打断了他 有个叫江明明 顾明明的孩子 说从来没收到过 对面的声音有些慌乱 语气急了起来 江先生 您放心 您真的钱 我们都一分不少的 给到了需要的学生手里 顾明明那孩子我记得 每年我都亲手交给他的 您不信可以来我办公室看监控 这孩子 指定是调皮乱说 这种话怎么能瞎说呢 养父挂断了电话 听到这里 江明明已经变色苍白 但还勉强称着说 但是姐姐霸凌我的事 是真的 很多人都可以作证 早已知道霸凌真相 养父的拳头钻了又钻 养母的脸白了又白 我其实很理解他们 真的 好不容易找回自己的亲生女儿 刚想好好练号 才发现这个号早就废了 平时在外面沙发果断又怎样 面对刚找回来 女儿的满嘴谎话 无可奈何 那些手段 怎会舍得用到自己的亲生女儿身上呢 我自小听话懂事 没有经历叛逆期 面对江明明这种情况 养父母一点经验也没有 非常无错 当时收集到证据后 我没有放出来 是因为临近高考 出于那点可笑的同情心 我想先好好地考完这场事 再后来 江明明就和养父母相认了 考虑了很久 我决定把这支录音笔 永久地封存起来 我不是不烦她 但我也不想看见曝光后 养父母为了她伤心失望 终究是投鼠忌气 如果江明明不再作妖的话 我是想彻底忘了这件事 反正我内心强大 她那点玩闹 对我没多大影响 但是如今她非要就是重体的话 我也一点都不担心 养父母会偏袒自己的亲生女儿 养父开口了 摇摇 把你的录音笔放给她听听 有了这话 我不再犹豫 我按下录音笔的播放键 江明明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那段记忆从心底涌出 躲着我干什么 又是一个被江明明 堵在教室的体育课 我那段时间身体不太好 皮育课常常请假在教室休息 江明明就抓住了这样的机会来 刻意和我独处 不过这次 是我事先做好心理准备的 我按下了抽屉里的录音笔 我们俩有什么好单独说的吗 江明明把脸凑到我面前 嘴角弯起 当然有啊 你不见我 我怎么受伤呢 她拿着戒指伸在自己手上 我没有看她 初见时那个可爱的女孩 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心里甚至是有点瞧不起她的 靠伤害自己来嫁祸别人 要嫁 你说班上那些男生 看见我手上的伤痕 得多心疼啊 你说大家会不会一起来骂你啊 你每天费尽心机冤枉我 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 你家境好 成绩好 有爱你的养父母 凭什么 就凭你运气好被领养 我也在过院住了这么多年 怎么没冒出一个好心人来领养我 听到这里 我听见养母眉间闪过一丝心疼 他们讨厌你 就是你最大的错 我不污蔑你 他们又怎么会接纳我呢 听到这里 江明明扑过来 想抢录音笔 被我躲开 他失声大喊出来 假的 假的 都是假的 他愤恨地盯着我 眼里的恶毒比以往更甚 你要是有这个 早为什么不拿出来 同学指责你的时候 老师批评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拿出来 我勾唇 轻轻吐出六个字 我不在乎他们 江明明大哭大闹着跑回房间 大声甩上房门 让这父母的爱和无奈 有恃无恐 养父母已经气妈了 话都说不出来 孩子大了 打又打不得 骂又骂不得 自己的孩子自己终究还是心疼的 最后 不知道养父母给江明明 做了多少思想工作 他还是被养父母滴溜着 来给我道歉 他很不情愿 但也明白了一个事实 养父母不好糊弄 晚上我去客厅倒水时 听见养父母说话 交谈着对江明明品格的担忧 他们忧心不安 希望还能把江明明交回正路 养母每天在书房待到很晚 有时趴在桌上就睡着了 连眼镜都来不及取下来 我轻轻给她盖上毯子 暂停了电脑上放着的教育学视频 轻轻叹气 养父买来的青少年发展心理学书籍 已经堆满了整个书架 笔记密密麻麻的写了厚厚两本 他们还悄悄请了心理咨询师来家里 伴奏一位长辈 和江明明谈心开导她 可怜天下父母心 也许是养父母的努力起了作用 江明明稍稍改变了一些 何况她也是聪明人 知道以前装可怜 栽赃陷害那一套 在这里行不通 也就不做了 最近她确实老实了很多 老实到我甚至觉得 我们就这样相处下去也挺好的 几天后 我报名了下个月的服装设计大赛 我从小在养母的熏陶下 对服装设计很感兴趣 为这比赛我已经准备了半年 江明明知道后 也嚷着要报名 虽然她没有一点基础 但她非常愿意学 报名连续好几天 缠着养母带她去工作室 养母当然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 勤奋爱学 教的也格外用心 但像母像样的学了两个星期后 江明明就失去了乐趣 养母在叫她去工作室时 她开始各自推托 整天躺在家里看电视剧 养母摇摇头 宠妮地笑笑 你这孩子呀 三分钟热情 就在我们都以为江明明 要放弃参赛的时候 她却依然提出要参加比赛 即使天赋如养母 也是经历了各种学习和锻炼 才有了如今的成果 难道江明明是不用努力 也能有成果的天才 我们没法知道答案 江明明以保密为由 一直没让养母 看过她的参赛作品 公布结果这天 见惯了风浪的养父母 竟比我们两个小姑娘紧张多了 不是怕江明明取得不好的成绩 而是怕她落选以后自尊受挫 结果出来了 我三等奖 虽然不是冠军 但这是意料之中的 我虽然喜欢服装设计 但算不上有天赋 也只是把这当作一项乐趣 对这个结果我已经很满意了 养母拍拍我的头 养父也慈爱地看着我 更让他们惊喜的是 江明明一等奖 我替养父母开心的同时 还有点疑惑 难道江明明真是天才 看见结果的一刻 养母的眼圈瞬间红了 养父也高兴地裂开了嘴 江明明扑进养母怀里 甜甜地说 妈妈你看我终于比姐姐厉害一次了 亲生的就是不一样 养母没有附和 而是立即看了我一眼 眼里是关切和担心 她怕我在意江明明说的 我有些感动 笑笑表示我没关系 见我脸上没有不愈 养母正色道 明明你能有这样好的成绩 妈妈真的很为你骄傲 但是也为你姐姐骄傲 以后这样的话不要说了 你们各有所长 都是妈妈的乖孩子 文言江明明的脸垮了下来 这可不是她想听的 在养父母上楼换衣服的时候 我也准备回房 江明明恶毒地叫住了我 喂 江瑶 我回头望她 我告诉你 现在压下你一头只是个开始 你现在拥有的我父母给你的一切 我全都随时可以收回来 我摇摇头不想理她 养父母给我的一切 我确实很感激 但我也在靠自己的努力去独立 从15岁我就靠写文 赚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养父知道我把这钱拿去投资 利滚利 我现在靠自己也设小富婆了 我学习服装设计后 虽然没有到顶尖的水平 但是我有很多鬼点子 也给了养母不少的灵感 我从来不是只依赖养父母的大小节 见我不理 江明明更生气了 也许她幻想了很久到这一天 我的怒火和嫉妒 但是我没有 我恨你这个一切都不在意的样子 你心里一定是嫉妒我 恨我的 嫉妒我是她们的亲生女儿 嫉妒我的才华 虽然不知道她用了什么办法 但我是不信她的 你真的有才华吗 希望这个秘密 你能瞒得住一辈子吧 一语成衬 江明明被揭穿的那天 场面极其尴尬 服装设计大赛的颁奖典礼上 养母穿得华丽得体 眉眼弯弯 脸上的笑意没有停过 往年她都是作为业界前辈 大赛评委被邀请 今年为了避嫌她 没有做评委 这是第一次以获奖者家属的身份前来 作为冠军 江明明也得意满满 最近随着见的世面越来越多 她已经没有了从前的拘谨和胆怯 在这种场合 可以落落大方的出席 临上台前 她附在我耳边巧声说 等着吧江瑶 我会永远压你一头 随即换上了最完美的笑容上台 人们在养母的身前祝贺着 真羡慕你啊 养了两个孩子 两个都这么有出息 还好你没参赛 不然岂不是前三都被你们母女全包了 这亲生的才跟你相认多久 就有这样的成绩 看来天赋确实很重要 养母谦虚地寒暄着 眉眼里是掩不住的骄傲和自豪 但我总觉得心底秃秃的跳 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 我好怕她会失望 江明明穿着淡蓝的礼服 站在颁奖台 笑得和煦 挽着和养母一样的头发 像养母一样优雅和美丽 她的获奖作品在背景投屏 映在她的身后 看着那张隐隐约约和养母相似的脸 我这一刻心里最大的期待 竟是千万不要出什么岔子 人群中传来惊呼 以江明明的年纪设计出这样的作品 确实值得惊讶和赞叹 江明明也听到了 眼中得意更甚 养母也是第一次看见江明明的作品 惊讶了一下 薄纯轻张 我知道她在惊讶什么 养母设计的服装以优雅端庄见长 我跟着养母多年 我的风格多多少少也受了些影响 江明明也是养母带出来的 但她的作品和养母的风格截然不同 那条裙子乍一看多人眼球 暗黑惊艳 可惜不大耐看 这点瑕疵 对于一个年轻的设计者来说不算什么 但这风格竟有些眼熟 实在与对家工作室太相似 养母年轻时和闺蜜杨芳一起开了家工作室 养母负责设计 养方负责营销 随着养母越来越出名 一手把她捧出来的养方红了眼 两人闹翻 各自开了不同的工作室 养方虽然不懂设计 但她招募了一批有才华的设计师 这些设计师因为人品太差 甚至伤害动物来获得灵感 在行业内大受诟病 但养方不介意这些 接纳了他们 毕竟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此时养母的脸色也隐隐有些担心了 但还是免得应酬笑着 杨芳一袭红裙 举着红酒杯 夺到养母面前 哟 英语 你这个刚认的亲女儿 听说是你一手教出来的 教的不怎么样吗 一点你的风范都没学到 这风格倒像是我工作室的安雅 一手带出来的 我妈捶了毛子 扫开杨芳扶她肩膀的手 我的女儿 爱选什么风格就选什么风格 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智慧了 杨芳冷笑 选什么风格当然无所谓 就怕是偷别人的呢 你不是自视清高吗 当年你那么多设计 我不过拿走几件 就非要和我分道扬镳 我鲜少听身边长辈 提起当年的他们闹翻的原因 你倒是睁大眼睛看看 你培养出来的好女儿 不也是个偷别人成果的小偷吗 别把我女儿想得像你一样龌龊 不知是不是气的 我看到杨母放在桌下的手 微微颤抖 我望向看台上 主持人正夸奖江明明年少有为 江小姐 请问你这条裙子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呢 江明明愣了下 似乎没想到会被问这个问题 她犹豫了很久 酒到场内 已经开始想起大家的窃窃私语 自己的设计理念都讲不出来吗 别是她母亲带位设计的吧 不可能 宁女不是这个风格 又迟疑了很久 她说 这条裙子的设计 是受到我母亲的启发 可是这条裙子的风格 和宁女士的截然不同 一道女生打断了主持人 是杨芳 当然不同 因为这条裙子 不是江明明在她母亲指导下完成的 我担心地看了杨母一眼 但她眼中已经没有太多波澜 只有失望 无尽地失望 她甚至没有再朝台上看一眼 只有江明明无助的视线 好几次闪过我们 现场轰得炸开了锅 嘈杂声四起 说话的是方然工作室的老板娘 难道这江明明师从安然 一名评委点点头 暗黑惊艳 确实是安然的风格 一名记者把话筒对过来 几乎伸到杨母脸上 急不礼貌 您女士 你和方然工作室不有过节 是一直不往来吗 怎么会把女儿送到那边去呢 难道是去做卧底的 杨母还在失神没动 我抢在话筒 碰到她脸前推开 听见记者的话 杨芳冷笑一声 夺过话筒 安然小姐从来没有说过徒弟 这设计图原稿 在上个月莫名丢失 我们只当是忘了保存 没想到是被人盗来参赛了 全场的焦点聚集到 还站在台上的江明明身上 她脸色已经惨白 咬着下唇 不停摆手 不是的 不是的 杨芳的语气满是得意 这是她第一次压了杨母一头 宁宇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傲的 这就是你交出来的好女儿 在杨母面前咔她拍照 我和赶来的工作室助理 一起护着她退到幕后 江明明也被一堆人围在中间 遥遥递来无助的眼神 杨母这会顾不上她 我也没理她 休息室里 我给助理使了个眼色 她出去并把门带上了 杨母需要独处的空间 年轻时 杨芳眼红偷了她的作品去参赛 两人大吵一架 从此分道扬镳 那以后杨芳也认错道歉过几次 杨母都没理她 杨母是个很骄傲的人 她的骄傲容不下 她去接受一个到自己作品的小偷闺蜜 而如今 她的亲生女儿也做了她最不迟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 媒体最喜欢了 她们根本不在乎谁得了第一 谁抄了谁 资本只会把枪口对准冠军背后的人 我想坐在她旁边安慰几句 门又突然被拧开了 助理抱着电脑夺门而入 宁姐 不好了 你准备了一年的那组设计 被安然发布了 屏幕上 头条写着 知名设计师安然虽被对手抄袭 仍势然发布新设计 里面发布的新设计 竟是杨母准备了整整一年的雪原系列 准备在下个展览上发布的 为此 杨母在雪原上住了一年来 找寻灵感 不知道安然是怎么道德了这些设计 她不像江明明那样 蠢的把道来的直接用 而是改了些 改了与她自己惯有的风格相符 但是亲眼见过杨母雪原设计图的人 仍能看出两组的相似之处 难怪一个月前 安然忽然说要去雪原学习一段时间 原来那时就在为这次的发布做铺垫了 先是江明明抄袭被当众戳穿 然后是杨母的设计被盗 这两件事 让人很难不联想到一处 我仔细查看了安然发布的每一套服装 其中有几件是妈妈在家里的书房里设计的 所以盗贼绝不可能是工作室的人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家贼难防 养父滴溜着江明明走进来 江明明不敢看杨母 哆嗦着走到她旁边 妈妈 他们说我们抄袭 我们也可以曝光他们抄袭的 妈妈还从来没有说过自己被抄的事 这是不打自招了 除了心血被盗的难过 杨母眼里还有对亲生女儿的失望 向来温柔的杨母吼了出来 你怎么会这么喘而不自知呢 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天真吗 他们抄袭了 还会让你有机会曝光吗 你给他们的时候有留下证据吗 江明明本来理亏 但现在恼羞成怒 不耐烦起来 那又怎么样呢 没有了你重新设计不就好了吗 你有这么多设计 为什么要计较这一点点呢 你们为什么总是觉得 我这不好那不好 可是从小到大 有人教过我吗 江瑶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 从小就被你们捧在手心里长大 对我这个亲生女儿 你们却总是不信任 今天这是一发生 爸爸就问是不是我做的 是我做的又怎么样呢 为什么你们第一时间就要怀疑我 为什么你们不去怀疑江瑶 难道在你们心里 我还比不过一个养女吗 杨母她这番无理的言论 惊得说不出话来 手指颤抖着指着江瑶 为了给我们空间 养父刚刚已经退到门外 不然现在早就一个大瓜子上去了 我知道她出去 是怕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养父脾气不好 唯有对家人温柔 但显然现在的她 肯定没法忍住对江瑶瑶发火 似乎因为养父不在 江瑶瑶更肆无忌惮了 一把扶开杨母的手 我要你这个妈有什么用呢 她说着勾起唇角露出一个微笑 反正你们马上就要身带名裂了 我也不想要你了 记住啊 是我不要你们的 说完走向门口 我扶住杨母叫她江瑶瑶 她顿住了 没有回头 我真后悔 没在你回来那天 就揭穿你的面目 一出门 江明明就迫不及待的 给她男友打电话 我决定和他们断绝关系了 两个老贱人一见 我就问我是不是我做了 他们凭什么这么怀疑我 即使是我做的又怎么了 也没告诉我不可以这样做呀 听见贱人这个词的时候 养母的眼圈都红了 哪有这样的父母 养女不怀疑 先怀疑亲生女儿的 宝贝 别理他们 来我们工作室 我手里还有 宁语设计的英语系列 也是未经发布的 你问问你老板要不要 什么 你早点怎么不拿出来呀 啪 听到监听系统里 传来江明明和她小男友的声音 养父一巴掌拍在桌上 早知这样 当初还不如直接 当着女儿死了 从前第一次看见江明明男友时 我就认出了是 对家工作室的王霸 那时还想 讨厌的人都凑到一堆了 后来他们分分合合 我也没关注 但在江明明认亲后不久 他们复合了 两个人密里调油 我却总觉得 这是没这么简单 我知道养父母 不会简单怀疑江明明 他们对子女 是有点子信任在身上的 就如当初我被冤枉霸凌 还没问过 我就已经对我完全相信 哪个父母会不相信 自己的孩子呢 养父母虽然也不喜欢王霸 但他们觉得恋爱自由 江明明已经成年了 他们不打算干涉 江明明的恋爱 但我提出 王霸的人品我们都知道 担心江明明被骗被利用 也担心引狼入室 所以养父母提前 把工作室所有没面试的作品 都送去设计之窗做备案 也就是说 安然抢着发布的那组设计 是养母备案过的 后来江明明被王霸引导 和杨芳搭上线的时候 我们都担心她误入企图 没想到她已经大胆到 偷养母的设计 去换安然的设计来参赛 江明明自私的声音 继续传出来 我把手里 我妈所有的设计给你都可以 但你老板要答应我两个条件 杨芳的声音插了进来 可以 只要不损失工作室的利益 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 我要你们告诉媒体 是我妈强迫我 我就是要让她 伸 拜 宁 烈 最后这几个字 是咬牙切齿说出来的 隔天上午 安然又发布了新系列 特地邀请养母 作为特邀嘉宾参加 发布会上 安然宣布 我决定收一名徒弟 江明明 大家都知道 她是宁与设计师丢失多年的女儿 全场安静下来望着她 她一回来 就被宁与逼迫 盗用别人的作品参赛 只为了宁与那点可耻的自尊心 希望她女儿也成为业界打架 她说着 并且决定和宁与断绝关系 小姑娘受人逼迫 才一时做了错事 希望大家以后可以给她个机会 期待看到她更多的作品 记者们一阵唏嘘 疯狂拍照 人群中有人喊道 宁与也有一两年没新作品了吧 没想到啊 自己设计不出来 就让自己女儿去偷 江明明也出生了 大家好 我以后就叫顾明明了 大家知道 我参赛使用名是江明明 但我决定和江家断绝关系 用回我自己的信 记者们拼命往前挤 把话筒争相对到养母面前 请问你是这么想的呢 强迫自己女儿偷到对手的作品 你是连一个设计师的 基本操守都不懂了吗 听说你对养女极好 却各种欺负你的亲生女儿 请问你这样做是为什么呢 养母没理会她们的问题 轻轻嗓子 优雅地望向看台 我想问下今天的主角 大设计师安然 昨天和今天这两组设计备案了吗 还没有 我们是打算今天发布完 就去备案的 一道低沉的声音打断了她 这组设计 早在一个月前 你女女士就备案过了 你发的虽然与她的不尽相同 但是有80%的相似 来者是设计之窗的工作者 敏锐的记者们 马上想明白了事情 冲到看台上想抢热点 安然和顾明明 被他们推散包围 与此同时 养母备案过的记录 被公开到了网上 安然抄袭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安然脸色铁青 上一秒还在风光地发布新作品 下一秒就被曝光抄袭 她也没什么好顾忌的了 一把扯住旁边顾明明的头发 妈的 是不是你们合伙搞我 我就觉得奇怪 你怎么会真的背叛你妈 顾明明脸都被扇肿了 滴滴撞撞地往台下跑 越过人群挤到了养母旁边 拉着养母的手 妈妈 妈妈 我错了 你看我终于帮你搬到对面工作室了 养母笑着扶起她 手轻轻整理好顾明明杂乱的刘海 顾明明眼里闪过了光 养母却笑着拿起手机 按下播放键 我可以把我妈的血缘系列偷给你 只要你给我一套设计去参赛 要最好的 我要得第一 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拆穿 这是安然设计的 你们这样 我不就暴露了吗 我要你们告诉媒体 是我妈强迫我 暴用安然的设计参赛 我就是要让她身贷名列 人群再次炸开了过 顾明明泄了力 颓然坐到地上 养母对杨芳 安然和顾明明提起了诉讼 侵犯他人著作权 且情节严重 他们三人在判处罚金的同时 被判刑一年到三年不等 还在看守所的时候 顾明明求着 见了几次养母 他憔悴了许多 头发凌乱 看着不像十八九岁 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 妈妈 你好狠啊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难道这么点小事 你都不愿意原谅我吗 他说着 挤出了几滴眼泪 楚楚可怜 逻辑不通 前后矛盾 永远是自己有理 听他讲话像放屁 我扭过头去 但心里也隐隐担心 养母在对他起恻隐之心 养母拉起我的手 冷眼对他 不要叫我妈妈 你不是要和我断绝关系了吗 我现在只有江瑶一个女儿 听到我的名字 顾明明变得有些歇斯底里 江瑶 江瑶 你心里只有江瑶 你根本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你不配做我妈妈 妈妈的声音 一如既往的温柔 温柔而坚定 我无愧于你 即使你是我的女儿又怎么样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你 过去十几年来 你确实受了苦 我很心疼你 所以对你加倍的好 我对你别无要求 我只要你堂堂正正做人 对得起良心 可是你连这都做不到 你冤枉你姐姐 欺负她 满嘴谎话 我们都没有计较 想办法教导你走回正途 如今你得到的一切 是因为你无视法律 盗窃别人的作品 似乎在你心里 别人的一切努力都不算什么 什么都比不上你自己的利益 我本是将你当成亲生女儿来疼的 是你自己咎由自取 何况 你根本不是我的女儿 顾明明的脸上写满了错愕 她开始放声哭喊 拼命拍打玻璃 后面的预警制止了她的行为 养母决绝回头 再见了 探望室里响起了顾明明辱骂的声音 我们没有停留 静止往外走 知道顾明明真正绅士的那天 养母就决定不再原谅 抄袭事件曝光以后 我就联系了顾明明 从小长大的孤儿院 虽然她拿出了 从小贴身携带的小物 虽然她提供的头发和养父母 DNA相似度很高 虽然她能说出 小时候的很多事情 但我真的不相信 养父母会生出这样的女儿 他们自收养我起 就给了我无条件的爱 所以我一直内心充满力量 对收养来的女儿尚且如此 我不相信 他们会生出江明明这样的女儿 虽然亲生女儿 在他们身边没待几年就走丢了 但我相信 有这几年的教导和陪伴 她一定不可能成长为这个样子 于是我去了那家孤儿院 院长听了我的来意很惊讶 明明的亲生父母 但是她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啊 还是我亲手 将强保中的她抱回来的 说起往事 院长的脸上多了几分黯淡 明明自从上高中后 就只回来过几次 她噎了噎眼角 继续说道 到时跟明明一起长大的 还有个女孩叫陈希 前几年因病去世了 她生前经常念叨着 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院长 陈希的遗物有吗 没有了 她和明明是最好的朋友 高考完那天 明明来看她 看了很久 突然就拿着她的遗物跑出去了 再也没回来过 那天 是顾明明认亲那天 陈希的遗物 被她的好姐妹顾明明带走了 我只要来了她的照片 那是个性格开朗 乐观的女生 笑得明媚 你好 我素未谋面的妹妹 出了看守所 外面风很大 吹迷了杨母的眼 几滴泪落到她紧钻着的照片上 吹起了杨母的头发 也吹散了她眼底多年的执念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